做死这个旧菜盒子,心心捏捏的量个多远,今儿终于吃上了 皮儿薄馅儿大,柔软又劲道,一口气就吃了两个吧 给一件面粉里头,放上乌克盐,增加一下面的进行 然后倒入3倍30克不汤瘦的温睡 把它叫成一个没有擀面的面絮 移到揉面垫上头,把它揉成团 这个旧菜盒子要像吃着软火,面一定要火软一点 面团揉好以后,放在一边兴着,下来再开始准备馅儿 昨天又去了一趟老爸的小菜园,回来以后,烧火慢嘛 你看,这头领的红根旧菜,还别的咸美 清洗干净以后,把旧菜标面的碎粉一定要给它空干 旧菜和鸡蛋,那绝对是一对黄金大当 炒鸡蛋的时候,油稍微有点温度,就把蛋也倒进去 下来,用筷子给它开始不停的快速叫动 等到鸡蛋完全凝固以后,自然而然,就把它浇碎了 不用拿倒多,非常的方便 准备工作做好以后,这个面团也行好 请前一揉,就非常的光滑 然后,把它翻成大小卷匀的丝凳份 放在一边,下来开始拌馅儿 用旧菜做馅里丝馅儿 一定要把旧菜标面的碎粉给它空干 否则,一般的这个馅儿到最后就容易除碎 空干碎粉以后,把它切成大概半公分长的段 然后,给里面馅儿倒上点菜油 用菜油,把旧菜的这个茄坑给它封住 这样,不怪你再弄的旧菜,到最后它都不会出碎 搬这个旧菜鸡蛋馅儿里四个儿 一定要等这个鸡蛋虽,彻底晾凉以后再倒进去 下来,放上少许的物想份回着十三响 胃口不好的,再来上点白糖总和一下味道 吃着,做不少些的 搅拌卷匀以后,根据鸡子的多少 把它分成卷匀的鸡蛋份 这样搅到最后,既不生皮也不生馅儿 干皮的四个儿,把它干成和裸莫果大小一样都可以 旧菜盒子这个皮儿,干得越薄,吃着越软滑 没干一掌皮儿,只调一份的盐 第二掌皮儿干好,再放第二份的盐 如此累退,不怪你有多少馅儿 搅到最后,它都不会出一滴水 搅好的馅儿,只坦在一半的面皮上头 把另一边面提起来,给它盖上去 把这个扁原整理整理,不要让菜搅出来 然后,把这个扁原给它压尽,压薄 最后,再捏上一圈这个滑边边 这样,既不搅菜,又不搅油 这样做出来的旧菜盒子 皮儿薄,馅儿搭,非常的好吃 冰果提前预热好以后 给里头先喷上点菜油 再把左耗的旧菜盒子放进去 你看,今儿做的这个盒子有点搭 两个刀搅到一块儿了 盖盖儿捞上个两分钟以后 捞到地面丁形 给表面喷上瓷油 把这个面的碎粉塑住 翻个面以后,继续捞另一面 前后捞上个五六分钟 捞到亮面紧黄 这个旧菜盒子固大泡 用颤子一压,能快速的回弹 就可以出锅了 哎呀,这儿落这个旧菜盒子 真是太好了 表皮紧黄,皮儿薄馅儿又搭 吃着柔软又劲道 特别的好吃 放凉了,倒是软和的 一口气,我都吃了两个八 把烟一哈给过了 想着看 又软又劲道,特别鲜 大家要是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收藏 以后想吃就能找到咧 再见 再见 好